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日,我们会介绍另一个大老官的生平,他就是人称波叔的梁醒波。 由于内容繁多,所以我们会分数集介绍波叔的生平,和他演出过的电影和戏曲。 喜欢波叔的朋友,千万不要错过,梁醒波,MBE,1908年到1981年2月12日,原名梁侍海,匿称波叔,新加坡人,初期是粤剧文武生,后期专做丑生。 在电影界有丑生王之美语,及后更是电视界TVB的一代开台此早。 南,演员,本名梁侍海,匿称丑生王,多叔别名梁依海及梁广海。 国籍是英国,汉族人,籍贯是新加坡,出生于1908年时为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。 世世于1981年2月12日,享年73岁。 能粗语言包括粤语,英语,国语,宗教信仰为佛教,背偶为故民捐。 而女有七位,包括,梁保文,即文文,梁保征,即信嫂,梁保诸,父,梁月。 出道日期1925年。活跃年代1925年到1981年。 梁醒波曾获班以下奖项,包括有。 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1957到1970年度月宇十大影剧明星。 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1973年十大电视明星梁醒波曾于华侨晚报十大明星选举中, 十四度当选月宇十大影剧明星。 1957到1970年度,及一次当选十大电视明星。 1973年度,是该选举综合计划奖最多的男艺人之一。 另一位是新马斯增。 梁醒波的简历父亲梁月,是星周雄零星甲月。 梁醒波于新加坡出生,姐姐是雄零花其今。 梁醒早年最深粤劇,倾务马斯增,学习马康。 后来,说服父亲让他到马来西亚拜大胆根为师, 获大胆根传授各种古老牌场。 梁醒波十七岁开始落班, 徐丑生鬼马流,和六分大胆根集艺, 随即演出高评关取级。 十九岁升为正印小母,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演小母, 声誉日龙,后任文武生, 成为南洋四大天王之一。 各位关于波叔的生平事迹,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明天我们会继续讲述波叔的生平,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 不要错过啊,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 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 同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 NURN频道, 同时记得按下个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 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 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NURN